先不要畫三郎,先去畫雪人 先新增塗層,老規矩,然後一樣我會帶一些顏色,再去畫我要的雪人 那剛剛有說過我們的雪人,以前都是畫兩個圓圈圈 那這次我要畫成一個蛋 應該要再更遠一點 再來喔 保存透明度先勾起來,顏色再往下右下調重一點點 或者你有勇氣就直接帶青色了 在屁股這邊曲線刮刮過去 太重了 然後這裡我就先用粉色筆推,跟剛剛畫法就不一樣了 這個就當他的陰影色了 青色 不夠青喔,偏藍偏太多了 青色要在這個地方就更好 反正選了就畫白 這個,這才是青色 然後淡淡的就可以了 好,再來又是無窮無盡的塗層時間喔 雪人笛,新增空白塗層,然後要皮圍巾 圍巾要皮什麼顏色自己決定好就可以了 然後大概在頭 切三等分的地方 在三分之一處畫出圍巾 圍巾在畫的時候要畫成曲線切過來 那一定要超過範圍 上遠這邊往內遲一些些 它就會變成一個包進去的效果 然後再來以下的地方 就很快樂囉 隨便畫過去好了 反正只要夠厚就行了 繞到後面去 這裡就要花心思 小心點畫 再來喔 然後這個一定要夾 夾的才是微鏡 再來 在新增空白塗層 然後眼睛顏色調深 然後 一般筆子都用紅蘿蔔做的 然後扭扣 這種獨立的東西 我就畫在同一個圖層上了 就不去分了 那接著把手插出來 好 那你們覺得還要刷手 有沒有感覺 帽子 這個帽子 這個帽子 神秘的微笑 帽子就要在新增圖層 那 顏色就同色西 同色西化唄 有 然後我自己在調整他 那再等一下 畫完之後再補個步驟 裴到塗層衣 保存透明度勾起來 把剛剛的青色調 洗起來之後 畫在帽子下 有個便 好 啊等一下我們就再來一次喔 這個就很簡單 所以我畫很快 其實不拉拉就畫完了 還是有帽子喔 帽子我等一下會重調一次 來 不要再畫聖誕老人了 趕快去畫學 然後很多人 回過頭馬上就開始畫聖誕老人 不要管他啦 他就這樣子